這個領口的地方是我喜歡的 是比較偏平領的那種 我覺得像這種平領穿起來是最瘦的 而且它又會有點比較露鎖骨的地方 然後平領就會在肩膀的地方 所以會覺得你的肩膀是比較窄的 然後配上它的那個袖子 袖子的話它是做比較寬寬鬆鬆的那種 所以就會覺得整個比較慵懶的感覺 然後這個綠色我覺得很好看 對 這個綠色很美 綠色很好看 然後還有這個 這是有一點點可可色的感覺 這個顏色也很溫柔也很好看 這個顏色我也很推 那黑色就是顯瘦基本款 對 然後它這一件的背面是有做扣子的 所以它其實可以正反兩串 也可以當外套 它也可以當外套 它也可以當到外套 然後我喜歡的就是它這種比較慵懶的感覺 其實穿起來很可愛很美 然後我就是其實像搭配這種裙子啊 我建議你還是可以扎一點多 對 就是扎一點點 這樣其實就會比例很好 很好看欸這樣子 而且現在穿這樣子我覺得也還OK 不會到太熱 因為現在晚上其實還蠻涼的 這樣穿就很好看 然後它這個裙子的話是那個皺皺裙 對 皺皺裙 是碎花的 對 它是碎花的 皺皺裙其實就是看起來比較顯瘦一點點 就是穿起來是很舒服的 這個不會這樣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背面 背面的話它就是有做那種排扣設計 對 它是有做排扣設計 然後它其實可以正反兩串 都是OK的 沒錯 對 對 這個顏色很好看 這個顏色也很好搭 這個上衣我也很推 就是如果你是喜歡基本款的女生 真的就是可以拿像剛剛的內搭 或者是這種上衣就是很百搭 然後我覺得你們就是 如果配褲裝裙裝其實都會很好看